来来来 你给我出来 跟你说多少遍了 不要来公司找我 拿我的话当耳朴风嘛 老公 你不是胃不好吗 不要总吃外卖 我给你包了点饺子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不吃 赶紧走 老公 你就吃点嘛 这个馅是你最爱吃的 我包了两个多小时呢 你就吃点吧 跟你说多少遍了 我不吃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不需要你这样照顾我 还有 你们都不要 每天没事干来公司找我了 要是十代钱都没事干 都出去找份工作 给我剪一剪压力行不行 老公 我 滚 老公 老公 去把谁来交到我办公室 好的 六总 柳总 您找我 好 过来坐吧 谢雷 你作为公司的财务 你觉得你的账算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可以吧 那我说你的老婆 加值200万 你信吗 你信吗 啊 这怎么可能呀 我们来算一笔账吧 请一个保姆 一个月2000块钱 不多吧 一年下来的话 也就是24000 按照你老婆 陪你40年来算 这笔费用 也就是 96万 加上柴米 油盐 十何拉萨 还要为你生孩子 我还能够回到你的身边 每个月按照2500来算的话 也就是40年120万 那就是说 从你老婆嫁给你的那天起 你就欠你老婆216万的分级红 并且不算利器 因为他每天唠唠叨叨的 都快烦死我了 还有他结完婚 生完孩子之后 也不知道打扮自己了 你看看 他这样的身材 跟穿着打扮 妈跟结婚之前 是天差地别呀 他本来和你 没有一丝的血缘光级 却整日地为你 枪肠挂肚 在你贫穷的时候 没有想起你 在你落后的时候 鼓励你 在你生病的时候 照顾你 在你老去的时候 他会陪伴你了 女人可是男人的 一面镜子 你怎么对他 他就怎么回馈你 宠出来的女人 关爱你 信任出来的女人 扶持你 称赞出来的女人 欣赏你 伤出来的女人 怨恨你 骗出来的女人 她会远离你 你让她哭泣 她会让你后悔 你让她快乐 她会让你幸福 当她懂得珍惜你的时候 你也要懂得珍惜她呀 不要等她哭了 你才会说疼她 不要等她说累了 你才会说陪她 不要等她离开了 你才说爱她 她若离开 那便是后悔无期呀 刘总我错了 我才知道原来我做错了这么多 可是刚才我还把她给我送的饭摔了 知错能改 善莫大雅 对老婆好一点 因为呀 下一辈子不一定能遇见 刘总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现在就去找她 男人呀 需要女人的理解 可是女人 需要的是男人的陪伴 快去吧 嗯 对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